揭秘5万元的手工摄影书 艺术传承与人性价值 今天我不再是主角 因为这是徐家素老师的家 他是摄影畅销书 那时西藏的作者 同时也是世界的眼睛 马格南图片色与马格南摄影师 一书的艺者 同时他也是1949年以后 打入第一位英国皇家摄影协会 高级会士 他被誉为穿越40年的藏地生死书 同时他也是对我影响 非常大的一位摄影导师 下面请徐老师来分享一下 他的摄影故事 以及制作独册摄影手工书 15年来的体会 我很好奇在80年代的中国 徐老师是如何加入 英国皇家摄影协会的 并在四年的时间内 从普通会员成为高级会士 那个时候大概是80年 文革刚刚结束 文艺界 摄影界都开始恢复了 北京出版的大宗摄影 国际摄影 但是其实里面介绍的一些东西 还都是比较老的一些 几十年前的一些东西 很少当代的西方的一些摄影师的作品 所以我就非常想能够看到国外的东西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 就看到有一个很小的消息 就是讲英国皇家摄影协会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协会 对 我听说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对 不止一百多年 几乎就是摄影书 一开始它就开始建立了 毕竟世界上很多有名的摄影大师 全是他的会员 像亚当斯等等 那么但是就这么一个什么也没有 那么我就冒险了 室内侠就写了封信 就传统的信 对 那时候只有信 对 那时候只有信 就连地址也没有 就写了一个英国皇家摄影协会收 他就收到了 居然一个月就拿到回信了 非常神奇 毕竟还是主席里面有加的一封信 他可能当时觉得从大陆发过去的信 对 可能觉得这个很稀奇 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这个协会是怎么回事 它的历史怎么申请 它一共有四个级别 就是普通会员 普通会员就任何人都可以参加 只要付了会费就可以 然后接下来有三党 就是初级会试 中级会试 高级会试 那就必须要考 并且一年只能考一次 就是说一年只能考一次 也不是说我水平高 可以直接考到高级 并且不能跳 一级级考上去 然后高级会试呢 他要求就比较高了 就是三分之二的评委要通过 并且你作品要有自己的风格 要教18张作品 18张作品 然后还要写一篇 就是你对这个 你这组作品的一些认识 那这个你要认识啊 这些东西要用中文写还是英文写 当然全是英文 80年代就学英文 对 因为他这个资料也全是英文 那么90年代末 90年末年底 我全家就移民澳大利亚了 但是因为也是非常巧 就到澳洲的第一个星期 我去一家商店去放照片 有一个澳洲朋友也在那儿 我们就聊起来了 他说它是皇家摄影协会的 这个中级会试 并且这有一个 这个澳大利亚的 皇家摄影协会的分会 每个边有一次活动 我说那我是高级会试 他说我们现在 这个南澳洲一共只有三个搞几回事 就第四个 所以欢迎你去参加 所以就马上就认识他们 就融入到当地的这边 就认识到他们圈子里的人 然后就有 因为澳大利亚呢 他还有一个 每年有一次摄影协会的年会 全国年会 三天呢 他是请了全世界十个著名的摄影师 每个人讲一个小时 OK 那么这十个摄影师呢 就年为把所有的费用全给你报掉了 那么参加的人呢 全部都要付费 自费 自费参加 但是讲课的老师他是来的 对 因为要七天嘛 所以我两次被邀请他们去讲课 所以妈妈也跟他们的 都熟悉了 所以这个也是 忌愿巧合吧 是是是 我知道您出版过很多图书 还有很多异作 包括马格南社啊 和生活杂志摄影师访谈 我很想了解一下 您是如何和这些著名的 摄影机构沟通的呢 那翻译这些书 是不是比你自己写书还要困难呢 西方这个美国英国 出版了很多这个打步头的摄影书 比如想想马格南啊 这是原版的 对 这个是马格南的这个原版的书 还有这个像 这个美国的这个生活杂志 这个摄影师看到了什么 他这个是对生活杂志摄影师的一个采访 然后根据这个采访呢 写成了一本书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呢 其中有些摄影师已经去世了 嗯 那 那么呃 当时呢 这个国内其实很多摄影 呃 这个出版外越来越多了 你比如像 这个人民摄影包啊 中国摄影啊 中国摄影包啊 然后大宗摄影啊等等啊 呃 都希望我能够介绍一些这个这个西方的一些摄影家的一些作品 那你是给这些中国的摄影杂志投稿 或者说提供稿 稿 提供稿 西方的一些摄影的这种发展 我就选了大概有五六本 嗯 五六本全部都翻译了 呃 有些呢 就在这些杂志上连载 啊 那是你怎么跟这些书的拿到翻译的版权啊 这个呢 那个是需要跟作者联系的 是您跟作者直接联系的还是这些中国的摄影机构 我先和作者直接联系 你直接联系的 对 哦 然后呢 他们因为后来出版了呢 你比如像中国摄影出版社 嗯 他专门有负责版权 完全联系的人 那我联系上了以后呢 他们就他们就接手了 因为这个里面牵涉到费用啊 等等啊 对对对 其实这个事情牵头应该还是您自己来做的 对对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这些书 所以这些书呢 是我推荐给他们的 我觉得你翻译这些书跟自己写书啊 但这有什么差别或者说 因为我自己也写过很多书 我写书很伤脑子 不知道翻译这个东西上面存在的什么困难 特别是这些 也是属于摄影 真正摄影大师的一些作品了 就是 其实翻译上都没有什么太困难的 因为因为主要还是因为摄影专业嘛 所以有很多很多专业词会 我也都熟悉 并且我觉得通过翻译这些书 以前看书不可能那么仔细看 对对对 你翻译必须要一足字足句的看 甚至有的翻来覆去看 那对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 的确是 一个出庭的过程 甚至对我的英语提高也好 对对对对对对 我知道徐老师在过去的15年中 制作了独册摄影手工书 多达50多本 那么是什么驱动你 开始这项看似很枯燥的工作 它对你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呢 那么从2000年开始呢 我就是因为以前 90年一直是搞这个胶片摄影 甚至我这个自己的作品 黑白作品 彩色作品全部给我自己放大 那自己放大 彩色作品自己放大 对彩色作品也是 因为你拿到外面去 它不可能 色彩控制啊 不可能放到你满意的程度 数码的好处就是 比如去像 比如说像写书啊等等 全部都可以 以前你比如修改 你要划掉 重新贴上去 搞来搞去非常非常麻烦 但是缺点呢 就是你写完一本书 那个没有手稿的 对我就没有 对没有传统的手稿 就是一个电子文件 所以这个觉得非常遗憾 一个目录夹里面插图什么 这个什么时候 然后你电脑一关什么也没 对对对 以前你可以翻 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 就是数码 你复制太容易 缺少一些人性的味道 所以我就想到 我一定要把这个数码的东西 就是把那种人性化的东西 发掘出来 发掘出来 所以我就开始做手工书 手工书 那它这个手工书的制作 看上去还是蛮枯燥的一个事情 我看到一些花絮你拍的 反正如果是我 我觉得 反正第一点 我不一定能做得好它 如果做得好 我觉得也是一个 因为你这样变成只有一本了嘛 那这个这样 做的这个一本 对你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呢 这个一本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本 估本就是说 就是估本 你想这个名画达芬奇的话 对不对 这个蒙娜丽莎就一张 它不可能拷贝了十来张 几十张 这个艺术本来就是 无疑气为贵 对吧 也是 另外呢就是 这个你刚才说到 是不是有这个耐心 确实是要有极大的耐心 这个制作过程是不是很复杂呢 制作过程其实并不复杂 其实就包括比如说这个照片 你要用专业打印机打印出来 我是用这个F圣或者佳能的 这个十个颜色的这个打印机 是维喷的 所以它色彩非常好 然后它质量呢 也基本上可以包成一般人不变色 博物馆的这种 博物馆系的 那么这个手工书的纸呢 都是无酸纸 无酸纸 所以它也不会变黄 所有的文字 英文中文全部都手写 手写 地图手画 插图也手画了 这需要有一定的功力 才能做这个事情 没错 但是装定也是自己手工装定 所以我对这个手工书的这个定义 就是说 全部 就是手工制作的 没有印刷 除了这个照片是打 照片打 那没办法 这字不可能 那你如果说 一个字上面写错了一个字 那这一页就得全部重新做 没错 非常专心 非常专心 耐心的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做一本书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有长有短 过去的15年里边 我大概做了50多本 50多本 那是西藏的 因为当时 我其实写的 这是中文版的 那么出版的过程中 那个出版社因为考虑到 这个经济效益啊 等等啊 这个书不能太厚 这个不能太贵 所以他删掉了很多照片 甚至删掉了很多文字 那么我觉得 这个很可惜 毕竟当时的这个手稿呢 也没有手稿 也是个电子版 也是个电子版 对 我觉得那我就干脆 等书已经出版了 我就干脆做了 把它数码手稿画一下 对啊 我变成了一个手稿 并且这个是没有三节的手稿 没有三节 全本的 最长呢 大概我算了一下 估计大概有三百多个小时 三百到四百 就一天工作 如果八个小时的话 也要做四十多天 对 然后这样休息 如果正常 一周五 不要九九六的话 我们五天工作 是的话 那得做 但是有的时候 两个月到三个月 有的时候做这个书的时候 你会停不下来 所以甚至可能一天 不会八个小时 理解理解 十个小时也可能 我第一次去拉萨呢 是九八年 虽然去了很多别的西藏 别的地方 但是去拉萨是九八年第一次 后来呢 二零一九年的时候 我也去了一次拉萨 就正好二十年 所以我也做了一本 就是拉萨二十年变迁的这本书 选了九八年的 拉萨的一百张照片 再选了一百张 二零一九年的一百张照片 并且很多地方呢 都是在同一个地点 同一个地点 那很有意义 对对对 就是这本书 这个包含了两百张照片 然后很多文字 对比的文字 强细的说明 这个互相的不同 那么这个跨度 已经有二十年的变化 很厉害 而且这二十年 是中国可能变化 变化了非常大 拉萨变化也是非常非常大 很多东西都物识人非了 对 所以从这个西藏的 这些手工书来说 其实因为最早 我是八十年代初就去了 到最后 因为这个月情 最后一次是二零一九年 但也有将近四十年 将近四十年 所以这个西藏的照片 就有四十年的历史 对很有纪念 如果你做成这样的书 这个孤本 它的价值就更加的有价值了 那我们就刚才讲到了 这些书 其实在美国的手工书市场 是很贵的 但是中国的这个手工书市场 我反正常来讲 比较少见到这个东西 美国很popular 一本上万美金的书都很多 很多摄影的手工书 同样的做了这么多 有意义的 特别是有一些是您出版过的 书的这个手稿 有没有想过一些销售啊 拍卖啊 或者是捐赠之类的事情呢 因为自己花了很多功夫做 所以我也不想马上去 比如说卖掉它 或者收掉它 我自己平时拿出来可以 看看 也挺有味道的 当然将来也可能 比如说像英国画家摄影协会 或者我听说像中国 现在在那个要建一个 这个中国摄影博物馆等等 有啊 有听说有这种效果 那么也可能如果有 适当的机会也可以考虑 比如说给 让他们收场 这个其实是一个 在现在比较浮躁的社会当中 很难静下心来 花几个月的时间 而且您已经是 是等于是一天八个小时在这个 如果一些它是在上班的 或者这个 它如果用业余时间来做这个的话 它会更长的时间 你有没有什么一些 我们比如不用像您做的这么认真 因为稍微缩减一点 或者给一些 想来尝试这些手工书的人 一些建议呢 当然可以了 想尝试的话可以先做的简单一点 大开的同时 我真心的感受到当下 社会的浮躁 相比蛋糕店老板的炫耀 我觉得摄影圈更需要 许老师这样的润物无声 感谢你的观看 也请你为真正的摄影家点赞 并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 这对我们都很重要 也许老师 也许老师